2019年反修例運動之際 傳統泛民和年輕抗爭派各自 向不同戰線作抵抗 其中國際戰線的成績最令他們振奮 以為可以藉著引起不同國家對香港事務的關注 迫使中央和特區政府讓步 而近日開審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 涉嫌勾結外國勢力案之中 控方就揭露這條國際戰線原來一直由黎智英資助及操作 由李柱銘和陳方安生等人協助拉線 並利用《蘋果日報》作為政治宣傳的平台 控方形容激進政治人物黎智英是本案主老和金主 並是整個勾結外國計劃的策劃者 全盤控制《蘋果》用作勾結、煽動的平台 開案陳詞透露 李宇軒、劉祖迪、陳子華等人 是透過李柱銘才得以接觸到黎智英 並在黎智英的資助及指示下 展開一連串的國際宣傳及遊說工作 至於陳方安生和Mark Simon 就同時協助引見英美不同政客並提供意見 警方調查令到黎智英的國際關係網 和資金流向逐一曝光 而隨著張劍雄等人出庭作供頂證救主 案中黎智英如何指示報館高層 利用《蘋果日報》煽動仇恨 促請外國制裁的細節亦一一揭露 開案陳詞中提到 律師助理陳子華在2019年中 在一個Telegram群組內認識李宇軒等人 知道他們打算進行全球登報行動 就透過資深大律師李柱銘接觸黎智英 沒多久Mark Simon就代表黎智英向陳子華表示 會支持他們的國際政治宣傳行動 之後陳子華一直按照黎智英或Mark Simon的指示行事 包括叫李宇軒和劉祖迪成立重光團隊 透過在歐美亞地區不同的報章項登文章 和籌辦研討會與遊行等 甚至邀請和支付外國政客來港視察 要求外國制裁中央和香港政府 以及介入調查警部 2020年1月 黎智英在台灣和陳子華和劉祖迪會面 當時李柱銘、何俊仁和李永達都有在場 黎智英向各人解釋他的支爆盤算 希望藉著外國勢力的力量 影響各國對華政策和實施制裁 以迫使特區政府讓步 甚至推翻中國政權 除了黎智英和Mark Simon會安排李宇軒等人 和不同的英美議員和政界人物會面外 陳芳安生亦有協助引見 當時的英國駐港澳總領事 而黎智英本人亦被指積極搭建國際人物 連繫多國政要合作鼓吹制裁中港官員 案控方所指 曾經與黎智英聯繫的政治人物 包括有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 台灣領導人蔡英文等各地的政界領袖 黎智英會透過面談、電郵、通訊程式 WhatsApp或Signal 以及社交平台Twitter等與他們聯繫 部分人包括前港督彭定康 亦曾經在訪談節目 Live Check with Jimmy Lai 之中 與黎智英商談制裁香港的事宜 洪方亦指 黎智英利用《蘋果日報》作為政治宣傳平台 於反修例事件前後 他不時召開飯盒會 向《蘋果》高層包括社長張健鴻 副社長陳佩敏等給予偏才的指示 余大做陳方安生訪尾討論逃犯條例的報道 以及以明顯謙福呼籲市民上街示威等等 並且按時任美國國務院資深顧問 慧頓的建議 在蘋果發布英語新聞 甚至是增設蘋果的英文版以倡議制裁 此外警方分析黎智英兩個私人戶口 和七個公司戶口後發現 他多年來直接或間接給予支聯會 民主黨等泛民組織近億港元 而美國前軍方高層 如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保羅·伍夫維茲 以及英國組織香港監察等 都曾收過黎智英的匯款 控方形容黎智英長期資助本地和海外的政治組織 明顯就是為了達到可疑的目的